会蛮多题这些都跟V纳函数有关 其实有些题是没有办法用V纳函数做 这个可以啦,比如人事考评好了 像比如说,这边是题目 这基本上是一个证照考试题目 我只是拿来当一个范例 你可以切到柱砖好了 柱砖里面的话,黄色区域就是我们要做出来的这个结果 有没有,黄色这些,总共有B2,3,4,5,6,7个问题 那单位的话特别重要,单位在哪里?特别是你切到单位这边 有没有发现,如果是101的话,那就总行,人事事 102的话,特别重要,他哪里有101,102,你会发现,在他的编号 这一题基本上就考你能不能从他的编号里面找出他对应的其他资料 其实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编号里面有带很多很多相关的资料在里面 所以你从编号里面就可以知道说,他是哪个单位的 他是哪个组别的,他的升等是什么 OK,那比如说第一个啦,有没有108,343,322 那我第一件知道什么 我要先把108,343,你看那位置都一样 在第几个字呢?123,第三个字,取几个字?取三个字 所以我把这个抓过来之后,再去查什么呢?查他的单位对照表 单位对照表在哪里?在这边,有没有? 我不知道这里面公式,我看一下 从名称管员,他好像已经有帮我们做了,单位 单位这边就已经帮我做出来了,有没有?一个定义好名称的 主别也有了,OK 所以其实有些,那再来,主别是什么? 主别就切到主别看一下 主别ABCD,有没有看到编号里面?有,有没有? 123456,第七个字 所以把第七个字就可以查到主别 那升等的话呢?1234,升等应该是第一个字 有没有?前面都1 第一个字就是他在升等 那怎么查? 那这个地方都是两阶段嘛 第一个就是什么?从第三个字取三个字,插入函数 用什么呢?MID 有没有,这前面有用过 那我们可以什么?根据他的第一阶段是这个编号里面 那我要从第三个字帮我抓三个字 看一下是不是108,是108,我按确定 那当然我不是要108,我是要去108单位里面查 所以再把这个公式解下来 不包含等号,再插入什么呢? 解释与参照里面的V标函数 这个的话特别注意喔,OK 108,OK 所以我刚刚的公式再贴过来,有沒有?MID 然后贴到哪里呢?贴到LUVAVALUE 我要找108,去哪边找呢? 去这个单位,所以特别注意喔,因为已经 他已经帮我们定义好,这个题目已经有定义好 所以按F3,里面就有单位 那单位在...如果你不知道单位在哪里,再点一下 单位就在这里,有没有?108 就是总行审查簿,有没有? 那要帮我带哪一栏回来呢? 基本上就是12,那就是第二栏,OK 2,那比对方式我要完全一样的,输入0就可以了 好,按确定,那我就查完了 总,这边点两下 每一个人的部门全部查完了 那组别的话是A,有没有?ABCD,这个AB 那我们组别的话,插入函数 那一样用什么呢?最近使用过的MID 然后这个编号里面,第几个字呢? 第七个字吧,我刚刚出过 要几个字呢?要一个字,A就过来了,有了,OK 然后一样再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再插入到用最近使用过的V栏数,把它贴上去 帮我查A,去哪边查呢?F3 造深的,不,主别 切过来 但特别是教过一个技巧 如果你不知道组别栏位有几个 你可以再点这边一下 点过来 点过去,他会帮你切过来 1,2,那就是要输入2 OK,第二栏帮我带过来 比对方是输入0 好,这样的话就知道 他的组别是这一组 减两下 好,那升等的话一样,就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比较简单,我们用什么 用那个文字里面的什么呢?Labs就可以了 好,Labs 然后这个资料里面取几个字呢?取一个字 OK,不过请特别特别注意 一样前面一直强调的 用Labs,它是文字函数 所以他取得的1,是文字1 OK,按确定 好,那升等的话,升等我们看一下 升等切过来 1,2,3,4 可是特别注意喔 这里面的1,是数字的1 所以如果你特别注意喔,如果今天 这边一样把公式剪下来 贴到那个最近使用过的V栏数 然后查什么呢?查这个1 去哪边查呢?去升等里面查,升等 所以你会发现 你看喔,V栏数喔 还蛮常配合那个第一名称的 因为很方便嘛 喔,我只用过来 然后呢 查第几栏呢? 1,2 一样第2栏 比对方式呢?要是0 好,那你按确定 你会发现喔 结果会怎么样呢? 欸? Not available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问题 有没有? 其实喔,你可以从哪边可以看出来 因为这个部分喔 也是蛮常遇到的错误喔 有没有? 这边看到有没有? 1,有没有? 没有双引号有没有? 表示它是数字1 上面的1是文字1 所以呢,我们需要怎么? 把这个文字1怎么样? 转成数字1 再比对就OK了 那怎么转呢? 特别最后,还记得吧 很简单嘛 在这个外面 包一个Value就可以了 Value 前刮虎 再一个后刮虎 好,各位发现 这个地方有没有? 就不会有前后双引号 不欠了 有没有? 就这样喔 但很重要喔 我发现这种 很多人真的是 就是很常出问题的地方 为什么找不到? 明明一模一样欸 怎么会回来找不到? 一看 你根本形态搞错啦 明明就文字1跟数字1比 当然比找不到 而且这还蛮常遇到的 我发现很多人 这个地方都出错 按确定 好,那 向上填满 全部都OK了 大概是这样啦 其他都还有什么? 这个考核 指的是 这些成绩的平均 钾是几分? 他这边有什么? 等齐有没有? 钾是85分 A-85分 所以他希望什么? 帮我把这三个乘积 先转换乘数字之后 看你要相加除以3 或者外面包Average 中间加豆点 都可以 平均喔 对不对 最后 然后这个 这个的话呢 比4部分的话就是这个 比4就是这两个 这个乘上0.3 这个乘上0.7 这个乘上0.7 就是这个结果 那 和气的话呢 就是这个乘上0.6 这个再乘上0.4 最后做出名次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OK,所以这一题基本上就是 把什么呢? 重点应该就是摆在 如何把编号 查出他其他的资料 做出他的名次 OK 那另外还有一题 不过我们可能没那么多时间 我大概讲 饭店管理有没有 刚好就颠倒 请你把这个booking booking意思说 把我们的这些资料 辨出一个ID出来 有没有 刚刚是把ID拿来查 那这个是 从后面的几个栏会里面 组装出他的ID OK 那他的规则基本上就是 其实如果各位要看相关的参考 这边有了 就是在饭店管理里面 他的规则基本上就是 要查出 这个他底下 这边有一个题目 缩写 入住的天 入住哪一天 跟入住的那个月更日 然后住其晚 然后是哪一个人的名字 这就是他的ID 要把这个做出来 OK 那底下大概有一些说明 所以这个也许 因为时间可能不太够 所以这部分的话 就留给各位参考的画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所以刚刚人事 这个 刚刚这个人事考评 管理系统这部分 也是利用那个微软 不过会结合用MID跟LET OK 这些孩子做 反正将来我们在工作上使用 当然就不会特别去区分说 哪一部分 大概这边混着用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把这边先试试多看 这些题目都还算是可以用 那个所谓的微软书来做 那底下呢 这几个范例 就没有办法用微软书 那如果不用微软书的话 那怎么办 这部分 请各位先试着 把刚刚这一题 先试着做 有时间的话 再试着做那个饭店 管理的那个题目 就是这样颠倒过来 把那个什么了 好几个栏会变成它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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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个栏会变成它的ID